我們這次走就是走上飛鶴山 但不是一個攀爬在這裏上 走遲一點有條路上去的 是沒那麼難的 我們現在就走上去 今天就有一班人上去 再次達成小櫃小鎧 衍那裏 好 龍 classified 其實這條路應該是沒有走失的 因為沿途有些噴漆 走錯就不會了 走到這個位置是回合點 我們是從這邊過來的 回合到這條有繩子的斜路 不是斜路 有條繩子可以幫忙 你喜歡就用,不喜歡就可以走上去 我想這條繩子會讓人走 用多 原來照片也要用,我也在用 這條繩子就是鷹嘴石 太危險了,不出去拍 離遠拍就算了 外面可以看到 九龍 東九龍 香港那頭 然後這條繩子是張君澳 再遠一點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西貢清水灣頭團 然後這條繩子就是白沙灣 再遠一點就是西貢市 今天天理就很好 前面有個人站在那裡就自殺了 有機會,因為之前都走過 今天不走,很害怕 年紀大 這裏就是自殺崖 上少少石堆那裏 泉州大橋 還有西九龍 還有IFC 101 最高的盾 這裏是 中環 我一邊都可以看到的 尖沙咀 哇 應該是紅磡 尖沙咀已經看不到 碼頭 這裏是紅磡 最高的盾 有洞出來的紅磡 這裏有很多人拍照 因為這裏是自殺崖上面 但這裏拍照都很一流 看到那些 麗精花園 那些大廈反光下去 另一座大廈那裏 哇,很美 我們經過了幾個打卡點 然後走到這個發射站 旁邊那個 停了停的 那 日落應該很美 真的 說了幾次 因為 現在日落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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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純粹是個人的推測 我們經過 從 底樹 走到觀景台 剛才有個分岔路 轉右就是西貢的頭 另外還有一個 轉左 那條路 又不知道走到哪 不過這裏都是一些迷宮 真的 轉個彎 前面的人已經不見了 好 好 嘩 這裏 我這麼高 今天同一班人走 就要跟著 今天拍了很多照 在那個自殺崖上面 那些石堆拍了很多照 好 現在日落 有少少野獸狂 可能鏡頭 嘗一下 看不到 這裏有些 這裏是 高 過頭的樹 沒穿過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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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蠻好玩的 好像穿過山 穿山洞那樣 那裏應該要 經過這個山 去到那裏 那裏 看 那裏 有些人都是 走走走走走走 看看有沒有 其實都不一定 在那裏看 就能看到 全條路 看左邊 就能看到 為什麼雲還未走呢 在那裏 那裏 其實如果人不太多 都有機會 有耶穌岡 明顯一點 剛才都有的 不過就不明顯 在鏡頭已經看不到 肉眼就應該看到 那裏 剛才在停機場 都穿上一件 空褲 因為 隨時在這裏 很冷 因為沒有太陽 而且現在陰天 太陽遮住了 就冷了 有些 西貢的海風吹過來 現在我就在 臨終點 還有3公里 到了 飛鶴山的湖面 我已經看到 那個 太陽 躲在一個雲底 雲層 那裏 不肯出來 看看 一會兒 最後 會不會低 雲層 出來 這裏 也很美 看看 看看 那裏 有些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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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有一個 叫做耶穌 剛才 射在海 剛才 射在海 不過 我 人眼看到的 相機是看不到的 然後 然後 看看 待會 有沒有機會 看到太陽 出來 出來 這裏 推測 雲層 就不離開 沒辦法 咦 不是的 好像 那裏 雲層 那裏 有個洞 大家看到嗎 也有少少光 好 等我 再看一會 如果有的 就再拍給大家看 終於等了 太陽出來 不過鏡頭看 看不到太多 鏡頭之下 看不到太清楚 我 剪了兩倍 都 看不到 我應該 差不多四個小時 到了這個 馬路 剛才拍了一個夜景 現在 日落 這是夜景 雖然 全盒 和燈 都未必亮 有四個鏡頭 但已經很漂亮 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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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了 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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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但是很棒 這裏 其實是 那裏 有條線 雲層 都突出了 一條線 我最期望 這個位 就是 這個位 是 中段 這裏 屈曲 就是 彩輝 這裏 很棒 這裏 很棒 這裏 很棒 這裏 這裏 剛才 這裏 走下去 是潮人山 走到一陣子 就看到這裏 很棒 這裏 這裏 潮人山 中途 又靜又靜 這裏 當然是 山路 這裏 這裏 走去的 分鎖路口 這裏是 沙田的 那裏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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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今天的行程 在飞鸥山路 另一号那里就上了 不过不是第一条路口 是第二条路口 第一条路口就是 要爬上去的 第二条路口就是没那么难的 我们就走第二条路口 一直上 其实只有一条路 就算是中途有些 分岔路也好 向前走就OK 不过有一个路口就是 向左和向右的 近着 差不多到的地方 是向左向右 向右走的 接着到了 自杀崖 到了第一站 应该是鹰嘴石 鹰嘴石之后 就是自杀崖 接着在这里拍照 然后 走到上面的石堆 其实那里也是一个 很好的影响位 大家都拍了很多照片 接着就走 走上山路 就是去发射站 接着直升机停机停 然后也是沿路就走 一条路 就是一条路 然后走着 走到下去 落山 然后就是 那里有些分岔路 那里有些 就是那些 树 不是那些树 高高的植物 然后那里就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那里进去 就好像 进去迷宮 那样的 大家小心 那里也要 就是跟前面 那个也不要走得 那么开 走近一点 要不然 撞失了路就麻烦了 接着 接着就走到 这个叫做什么 有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石 羊 羊 什么石 羊 什么石头 我忘记了 然后在这里也拍了 一会儿照 因为那里 刚刚那里有些石 又有些 近二日落 的时候 我们看了一会儿 看完一会儿 之后 又是跟着那条路 只有一条路 然后走回去 然后 走到那个 电塔下面 那里面 然后再走下去 走到飞鹤山观景台 有个停的 旁边有个观景台 然后那里是车路 那里是车路 然后我走回车路 沿着车路 也挺正的 那里也拍了照 然后那个弯位 就是有个直去的 就是有个弯 不是直去那里 那里的车是 单程路来的 那里上来的 那里的车 那个位 一边就是转弯 转左 就是下去 那个叫扎山道 如果 去其他地方 那边就是 海转日山 沙联岳道 那我今次就 去沙联岳道 然后 去沙联岳道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有一间 士多那里 然后再走 再走回沙联岳道 然后下了法藏寺 然后 下到潮云山 就是今天的旅程 路线 大家如果 觉得 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问一下 或者 喜欢的就给个赞 或者订阅我 下条片再见 拜拜